很希望人們能夠進入神的同在 事實上這件事是我們不能夠控制到人們 他們能不能夠進入 我們能夠做是帶領他們進入 你很投入,是否代表他們能夠投入呢? 未必的 我們如何能夠盡量將東西傳遞 即使我控制不到他們 我很享受神的同在 他們是否會呢?他們未必會 我們想將他們提升 如何引領他們進入呢? 有不同的方法 第一,我們需要有些宣說 不要長,譬如說 神的恩典,譬如說 神在祝福我們,審謝天父 你就在這個地方祝福我們 我們很全心來做愛無力 即是有一個宣說神的恩典 或者神知道我們現在的需要 神知道我們現在的困難 我們現在來到神面前 我們將你重擔放下 即是有一個宣說神的某一件事 祂的愛,祂的恩典,祂關心我們 然後我們那個回應 然後就帶那些人去唱 其實就不用說很長 不過就被人感受到神的美善 根據我們想定的主題 如果你純粹說到神的同在 這個你就會說到神 神,主要你就是無所不在的事 你和我一起 你很樂意來到親近我們 你時辭在我們周圍 你定義祝福我們 我們今天就來到你面前去親近你 去經歷你 讓你改變我們 哈利多耶 這個就講到神的同在 你講到神的愛 譬如說 神啊,我們有時會覺得好像你很遠 但其實你很愛我們 很關心我們 你和我們很近的 你現在就和我們一起 你看著我們就歡喜了 神啊,我們現在來到你面前去親近你 你是很歡喜的 你的愛是湧流在我們裡面 因為你就是深深愛我們 當我們投入去愛你的時候 神你的恩典就在我們生命中 改變我們了 更新我們 即是你想傳遞的是愛 喜樂 喜樂你就說 神啊,在這個世上很多煩惱 但是神你是喜樂的 是興省的 雖然有很多你想做的事 但是你對他依然興省的 我們來到你面前 放下一切重招 去讚美你 哈利多耶 即是這個 首先講出神的屬性 然後跟著 我們 也都可以有時講到人的情況 然後跟著我們回應 有些像 即是有些像講道 不過就很簡單 這樣 這樣 你可以試一下做一下 譬如你講 然後你又唱 然後你又講 即是這個包括講出神的恩典 又講出我們的回應 我們全心讚美你 即是人的回應 或者我們感情的回應 神啊,有你這麼親愛 我們真是好 哈利多耶 有你這麼愛 我們真是好 這就是一種感激的回應 在令敬拜 首先我們自己都能夠去全心敬拜 但我們全心敬拜 不能夠擔保那些人一定全心敬拜 即是有時我們在這裡敬拜 他一直發夢都可以的 所以我們要引領他 引領他 所以我剛才說 我們控制不了他 但我們引領他 我們不能夠令到他一定 好像我們這樣經歷 但我們引領他 當我們 當我們講出神的尾線 從我們的回應 激勵他們 引領他們進入神的尾線